死亡交叉有两种 一种要快跑 一种要买进 今天成为太分析师来教你 三个步骤 轻松找到黄金买卖点 节目很精彩 要看到最后哦 股市热炒店标股在里面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施伟 在我身边的是陈维泰分析师 老师你好 施伟好 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呢 要先跟大家报平安哦 因为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说呢 节目本来会有一点点的延迟 跟稍微的休息几天 但是呢在经过昨天快赛之后 我们出来的结果是 全部都是音信 是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都很安全哦 是没事的 但我们还在等待PCR的检测结果 但呢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在今天呢 节目恢复正常 还是会继续的来服务大家 然后维泰哥说呢 你看我们都戴了红色的口罩 你说这是 庆祝行情 对 台股今天开出庆祝行情 上涨了193点哦 庆祝我们都是平安无事的 好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呢 维泰哥带来的主题 今天台股呢电子火拼 而大盘呢爆冲啊 上冲了193点大涨 另外呢谁说死亡交叉就一定要跑呢 陈维泰分析师教你三个步骤 要来抓住黄金买卖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部分 台股今天呢是开高走高 最后呢尾盘收在今天的最高点 17159点 今天呢在盘中哦不只是台积电神救援 而且呢电子呢是普遍呢满地开花 除了面板股之外了 好那今天呢大盘总共上涨了193点 涨幅是1.1% 成价量呢则是增加到了4090亿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好消息啊 那同时来看到贵买指数的部分 贵买呢今天呢涨幅是1.62% 成价量呢则是出量来到了878亿 好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好消息 因为可以看得到呢 在贵买指数的部分呢 已经是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上了 而且是5月5号以来贵买收盘价的最高点 另外来看到下面是三大法人 三大法人买卖超部分 今天是转卖为买哦 今天呢合计是买超159亿 留意的是外资呢 在连续几天的卖超之后 今天是转卖为买 买超160亿亿 投信呢今天则是卖的耶 卖超了18亿 好我们来看到今天呢 台股的大盘的部分 大家来请教一下维泰哥了 看到台股呢 在出现连四天的黑K之后呢 今天是出现了红K 不仅收红 而且是价涨量增 交易量呢突破了4000亿 那请教一下维泰哥 有没有机会呢 台股再重新站上万七 而且是在所有均线之上之后 有机会收复疫情爆发前 5月10号的那一根黑K的收盘价 17235点吗 我认为当然是有机会啊 因为其实从今天的一个盘面结构来看 今天电子股似乎有一点点接棒的味道 还记得在上个礼拜 师傅还特别问我说 到底电子股什么时候要接 我说其实应该是快了 只不过因为传产股 大家转到电子股 从小转到 它本来就必须要花点时间 就好像我们在煮饭 如果你用小火去煮 一定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煮 就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从今天或是从昨天这两天的 电子股的成交比重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到 电子股成交比重开始拉高到50%以上 然后呢原本的好运股的部分呢 则是降到了30%以下 甚至连钢铁股也开始往下降 这其实的确有一些的一个个股 在这边是出现了 就是这个转强的一个情况 那刚刚其实世伟也有提到 在这个投信买卖钞的部分 同样的道理我跟大家报告过 就是我个人认为 投信这边的卖钞并不是看空 而它就是在做换股 在做调节而已持股调节 但今天的金额比较高 韦泰哥需要担心吗 如果他今天卖的是一些就是 比较高价的这些传产股 他100多块传产股他在卖的话 的确会造成就是他卖传产 然后买电子他会有一个价差 一个金额的一个差距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这个投资朋友不要单纯看 这个投信的买卖钞 尤其是他出现卖钞就很恐慌 我觉得不用 因为投信基本上他必须要有 70%或80%的一个持股 所以他势必要去做一个持股的太多流强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就在做一个换股 那接下来只是要去确认一下就是 那投信他到底换了哪一些股出去 那投信在卖的这些股票 我们短时间之内就暂时不要碰他 那至于说外资最近 投信卖出去的短时间之内先不要碰 对因为这个是投信他的操作的一种习惯 当他决定要买的时候就是买买买买买买 当他决定要卖的时候也是卖卖卖卖卖卖卖 很像分手的情人一变心就再也不回来了 对所以当他一开始由原本的买超 走来卖超的那个时候 不要太早去做介入 甚至一般来讲我们都是等到 他卖到差不多快卖光的时候 我们才来去做一个考虑 好这个是三大法人的部分 那请教一下维泰哥了 因为今天外资买了中钢长荣行之外 他还买了联电机像电 华邦电跟台积电 外资买了这么多的电子股 那是不是代表说电子股 今天的成交比重回到了52% 有机会在接下来呢 持续的加温或者是电子股 有机会的回到主流吗 是 其实法人买盘转到电子股 其实是个好事啊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不要说外资 其实内资投心的部分 他们最比较熟悉的还是电子股 以我过去当研究部主管的时候 其实很多台湾的这种券商 他们研究部 其实假设研究部有十个人好了 大概只有一个是看传产的 真的啊 大家都自己看电子股 大概只有一个是看传产 然后一个是看金融 然后看金融那一个研究员 大海要去负责看总金 他就要说大概有八个人是在看电子 那你想哦 那一个看传产的人 传产有多少类股 从水泥 塑化 食品 钢铁 橡胶航运 一堆造纸 一个人要负责 所以其实台湾的这个一般的 一般的投信研究机构 他其实对传产股没有这么花精神跟心力 但是他们花很多的精神跟心力在电子股 所以其实电子股要涨 才是真正他们的强项之所在 所以我们非常的希望就是说 能够看到资金从传产股转到电子股身上 而我也相信其实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他们对电子股是比较熟悉的 所以其实如果资金能够从原本的传产 测出来转到电子股 其实对台北股市会是一件好事 那今天比如说大型的电子全职股 比如说像台积电 神救援 因为他股息的关系配的还蛮不错的 然后再加上联发科 大力光 系力KY 这些都有不错的好表现 大型电子全职股会带动 整体电子股的部分吗 好 这个跟今天是6月10号 跟这个5月份的营收公告出来 有关 我今天特别统计了一下 就是5月份营收创新高的加速 将近100加 在100加里面其实呢 将近有20加是IC设计 也就是在创新高的个股里面有两成 是属于IC设计 那IC设计之外 IC封测也占了6到8档 然后呢PCB相关的这个族群 不管是PCB板 或是PCB上游原材料 大概又超过了大概8加到10加 所以这也是可以解释 为什么在最近你刚刚所说的 投信法人或是外资 他买超金像店 他买超连店 他买超台积店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半导体族群 应该都是跟5月份营收公告 出来的结果有关 那当然其实在5月份营收公告的 内涵里面创新高里面 钢铁股大概也有6到8加 所以钢铁股其实这边可能短线上面 他虽然说之前有稍微点拉回 如果修正 但是我个人认为 如果营收持续的走高的话 他也是可能会修正完之后 再出现这个反弹 所以整体来看 我比较倾向于说 接下来电子股 传传股 他有可能会做一个比较良心的轮动 这也是还蛮不错 好 那请教一下维泰哥了 因为今天我们正在录影的时候 刚刚的5点钟 高端疫苗才举办完了记者会 那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高端疫苗呢 他的记者会当中公布了 他的第二期的测试结果呢 是数据的安全性跟耐受性是良好的 那维泰哥怎么看呢 因为您在上礼拜的时候 就已经有预告说 这个礼拜的生计股 有可能会跌升反弹 那看得到高端疫苗呢 在吞了6根跌停板之后呢 是在连续有2根的涨停板 今天是暂停交易了 对 好 今天呢 这个高端疫苗 他的一个解盲记者会 那目前呢 根据我这个外行人的看法 根据我这个外行人的看法 其实应该算是成功了 应该算解盲成功 因为在第二期针对 耐受性跟安全性来讲 所以接下来呢 大家就会比较关注到 就是他的这个有效性到底好不好 那我也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 那其实这些资料 其实大概都大概都有指到说 这个接下来高端疫苗的这个有效性啊 有可能会跟AZ差不多 跟AZ差不多 这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其实对这个接下来高端疫苗的这个股价来讲 应该会是比较正面的加分效果 毕竟他在这个解盲记者会之前 那一段下跌七个停板 是七个 跌了七个停板 然后呢反弹两个 那如果说那个下跌七个停板是误杀的话 你是不是要还他一个公道 也是 而且我一直记得维泰哥说 怎么下来的会怎么上去 对所以我觉得先看看在接下来高端疫苗的股价 是不是持续再往上做走高 如果是的话 那我认为其他的疫苗相关的个股 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基亚 台康生 基亚台康生还有云成全部都是涨停的 对 那甚至连这个本来没有直接相关的国光生计 今天也是有出现小幅度拉抬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这个 接下来的这个升级股的一个走势 会有比较致命的加分效果 OK好这是跟大家来分享 最新的股市的即时新闻 好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了 等我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呢 来分享维泰哥今天带来的主题 谁说看到死亡交叉就要害怕 一定要赶快跑呢 维泰哥要抓要帮助你 抓住黄金买卖点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请上网搜寻股市热炒店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哪些股票会涨 哪些股票会跌 独家标股在哪里 股市热炒店告诉你 欢迎回到股市热炒店的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成为太分析师代的主题 要来告诉大家的是 你一定学过黄金交叉跟死亡交叉 真的看到死亡交叉的话 就要赶快跑赶快逃命吗 那成为太分析师呢 要来扭转你的想法 告诉你呢 请你抓住这几个黄金买卖点 有请成为太分析师 谢谢 好 还是先从最近的一个台北股市的现况 来去做一个发想 好 最近台北股市是出现成交量持稳的情况 它没有再像过去一样 哦 从4000 4500 5000 6000 还有7000的来 对 这么一直持续增加的成交量没有 现在大概就是维持在4000以上下 卑卑 所以它是相对持稳 那这个持稳的一个背后原因 其实跟我观察到的就是 当冲比例降低有关 换句话说 其实这个成交量才是比较符合真实的情况 过去的这个大量 5100以上6000的大量 好像有点虚胖 所以其实在现阶段呢 在这个当冲比例降低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比较有利于一些就是 比较稳健型的投资人 这边去进场去做买进 否则每天上冲下起 像坐云霄飞车一样 谁敢去玩 我心脏也无力啊 对啊 所以这个情况还想 就会造成个股强弱分歧 那个股强弱分歧的情况下 刚好这个行期又已经走到17000点附近 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个 加权指数的一个部分 加权指数可以发现到 最近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出现 它的这个一个量缩横盘的情况 当冲比例明显下降 这个是加权指数的一个部分 当冲比例下降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 在万七高点的时候 其实当冲比例是下降的耶 对这代表说其实现在市场上面 大家没有这么样的这个疯狂 那有句话是说这个 股票市场的回档 其实是因为看到市场的疯狂 然后才会结束 OK 所以在大家没有这么疯狂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行情 或许它可以走的比较长 跟比较久一点点 好 那除了这个加权 这个指数之外 其实贵买指数的部分 其实这边也是 同样类似有出现这种所谓的一个 就是死亡交叉的这个指标在高档的情况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我这边还在跟大家讲 很多人看到KD指标出现这种死亡交叉 尤其是在80以上像图形上面这种 大家就很紧张 就很紧张 可是我必须要讲 并不是所有的这种KD的这个死亡交叉 都会造成股价大幅度的下跌 真的吗 可是我们在教科书上学到的都是 看到死亡交叉就赶快跑 一定要逃命 对这是教科书上说的 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 是我们食物上面的经验 快点快点 食物上面经验 好 在这个KD指标的死亡交叉 我个人会把它区分成两大类 两大类 不是阴性跟阳性 那是哪两大类呢 第一种模式我把它称之为 就是行径间的一个模式 行径间的模式 什么叫行径间的模式呢 就是如果说今天整个股价 它是持续维持多头的 这个时候呢 KD指标在高档出现 类似死亡交叉的这种情形 它是很有可能因为它是 许多头架构 它那个指标呢 很可能会休息两天之后 又再往上翻阳 就会形成多方顿化 这是第一种 或者是有一个可能 它就拉回还不到20 它就出现翻阳向上 大概在50或者是60附近 就出现翻阳向上 这种也是一种 所谓的一个短线上面 拉回的讯号而已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也比较建议大家 在你看到KD指标交叉的时候 你要先去确认一下 当时的股价的表现 它是不是持续维持一个 多方行径的一个趋势 那么再看第二种 第二种模式呢就叫反弹模式 什么叫反弹模式 就是股价在之前曾经经历过一波的下煞 下煞完之后呢 股价开始往上做反弹 那这时候KD指标 也会开始往上去做走高对不对 可是因为它只是一个反弹 反弹完之后 它可能还会再怎么样 再往下再去做一个回撤动作 好那所以这个反弹模式的架构下 KD指标所出现的死亡交叉 你应该要认真看待它 因为它很可能就会 因为它只是一个反弹 未来股价会往下去做修正 而这个KD指标就是提醒你 这波反弹可能接近尾声 那你当时抢反弹的朋友 是不是这个时候 你要把当时抢反弹的那些部位 去做一个获利了解的动作 好那维泰哥问一下 如何判断它是反弹或行径 是看它的股价是否正在 创新高呈现多头 就您刚刚特别提醒到的部分 还是是说像台速为例的话 台速因为它根本反弹 还没有超过前高 所以它比较属于 反弹模式的几率偏高 好这个问题问题非常好 我们看到台速 它在前波段高点是113 然后是从高点直接 批啪刹到91.2 而且这波下刹非常非常的快 也非常非常的凶 直接跌破月线跟跌破季线 然后这波反弹你看到第一个 它反弹的力道就没有很强 成交量也没有出现放大 所以这就是属于一种反弹的模式 还记得吗 老师跟你们分享过就是 股价的上涨有两种 跟思思一样 思思也是有两种 一种叫做反弹 一种叫回升 我讲过对不对 反弹跟回升 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说 成交量的差异 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 回去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节目 对对对 好那现在台速 我从它量价结构来看 它就比较像是反弹 所以呢通常它这种反弹模式下 KT指标的死亡交叉 我会特别的谨慎 那反过来像刚刚那个长龙的部分 上一页的长龙 对那长龙它就是 持续维持多头架构 价涨量增多头架构 前波拉回跌破月线 那就止跌回温了 它就没有持续再往下破 甚至它在往上做走高的过程当中 你看后面这波上涨的强度 跟前面这波上涨强度 还相比较 其实还没有比较弱 其实像这种行径的模式 看到KT的死亡交叉 你反而要留意它接下来 拉回到50 或者拉回到20的时候的买点 OK好 所以呢我们看到是长龙 还有下一档的台速 他们各式行径跟反弹模式的不同 那维泰哥要来教大家的是 使用三个方法来挑选个股 好的好 那刚刚是比较是属于基本的介绍 但是我们实物上挑错 当然还是要去考量一下 除了技术面之外 还有筹码面 还有市场交易面的部分 所以特别去先跟大家讲一下 哪些是给你死亡交叉 但三大法然是同步站在卖方的 这要特别小心 好首先第一档 第一档就是华融的部分 那这个其实是三大法然 最近都在卖超了 那这个就不用看 可是你从它的股价表现 可以发现到 它前一波从36.1 往下跌的过程之 这非常非常的这个陡峭 很陡 但是反弹呢非常非常平缓 表示它其实好像没有什么 特别的那种动能 力道不足 而且它成交量是相对比较平缓的 它不像之前从13.1 拉到36.1的那一段 成交量是持续往上做增加的 可以看到成交量有前后很大差别 像这种就比较像是反弹的一个模式 那反弹模式 你会看到KD指标出现交叉 当然我们就是先稍微怎么样 先缓一缓 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你是要买的比较多的 先减买一下 因为它有可能拉回 你如果还是很喜欢它 拉回再把它买回来就好 好这是华融的部分 下一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仙 中仙 中仙一样在前波14.15 往下回挡 就现在跌破月线 跌破季线 还继续往下杀 但是它往上反弹的这过程当中 除了那两天 6月份的那两天 看起来有比较明显放大量之外 其实基本上是没量 这个也比较是倾向营说是 这种反弹的模式 那反弹模式你看到 再加上KD指标是往下交叉 那如果你在当天 你就确认它已经交叉 而且是反弹模式下面的交叉 你就先卖了 卖完等到它拉回 有便宜的价格你再买回来啊 这也是赚加差的一种方式 好 下一档是中刚 我好想为泰哥讲话都很实际 对啊中刚其实前波段也是啊 一口气劈啪就杀到季线 但是这波反弹的过程当中 虽然说拉了两坨 可是没什么量 那现在呢它的这个指标 已经在前面两天的过程当中 前两天就出现交叉了嘛 那所以前两天出现交叉 如果你就把它卖掉的话 现在它你现在买回来价格 都有这个价差在存在 哎伟泰哥我可以帮中刚的朋友 都问一下吗 因为我后来才知道 有很多人是卡在那个40之上的中刚 他来不及下车 然后就现在也等不到 那个反弹或回升很明显的价涨 那该怎么办呢 好 如果现在的这种情况 我会建议你稍微等一下 因为你在上一个礼拜你没卖嘛 你休息了六天 因为KD指标在上面 已经交叉向下 当天你没有卖 你还没有看到我们节目嘛 那以后你可能就知道了 好 那我现在说的就是第一个 它现在呢指标又回到大概 K值就回到39 那再往下一点大概就回到20 我认为现在不要去做杀低 再加上我们刚刚看到 外资今天买超的是中刚 所以呢我个人比较愿意相信 他就是他回到20之后 他会有机会做一个往上做反弹 当然反弹强度到底够不够 这我就再说了 不过第一个不要去杀低 原因是指标已经来到相对低档 然后呢股价也来到季线附近的支撑 再加上外资现在在卖超 而且是买超第一名哦 对 所以我觉得目前手上 有中刚的投资朋友 可以暂时先忍耐一下 反正你都没卖了嘛 重点是你是买在高点的中刚的朋友 对嘛 那或许你 我讲我讲比较难听的话 或许不会来到46.75 但是你能够 卖完之后你多赚2块跟3块 那很重要 也是有差的 肌肉质的问题 知道吗 这是中刚的部分跟大家分享 下面呢来看到的下一档是春元 也是我们的钢铁股 这波其实也是杀得很深 那是它都是直接就杀到季线 那反弹你看 如果说你在上个礼拜 你看到它指标交叉你就卖掉 其实你可以少赔很多钱 或者是你可以多赚那么多钱 所以这个就是指标 要在反弹模式当中拉回的时候 交叉的时候你必须要 马上去当机立端去做判断 也是要小心一点啊春元 下一档呢我们看到的是杨明 好从这档看 从杨明开始之后 就是属于行进模式的 刚刚那个都是反弹模式 上面的反弹模式 接下来是行进模式 是行进模式 那行进模式的KD指标的交叉 很可能就只是短线上面的修正而已 它未来它回到50 回到20 它还是有机会往上翻上去的 那现在它这两天已经看到 它是留下很明显的一个下影线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未来 如果接下来它的股价 能够维持在相对高档 不要说出现带量下沙 也就是我们讲的强势整理 OK那接下来指标 回到低档的时候 对于想要操作杨明的朋友 又是一个有机会进入的买点 所以这时候因为它已经 是在行进模式当中出现了死亡交叉 可以再等一会儿 没关系 再等一会儿 但是呢它这种 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死亡交叉 它是行进模式过程下的一种 短线上面的一个休息 等到指标回到低档 你还是可以思考 去进行买进的动作 OK好 下一档可以看到的是旺海 旺海这边也是 要出关了没啊 快了快了 大概下礼拜就会出关了 那最近可以发现到 它的股价也在高档 像横盘整理 横盘整理 那么分盘交易对股价 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同样的呢 这个KD指标在高档 也出现这种死亡交叉 可是并没有造成股价 快速的下跌 就是因为它目前还是存在 一个行进的一个模式当中 OK好 下一档我们看到的是新唐 最近很夯美 对新唐 那一样啊 它在这一波往上做走高嘛 过了高点之后总会有震荡 那震荡过程当中呢 一天跳空下来 造成那个指标 好像在高档出现死亡交叉 如果这时候你很紧张 你把它卖掉 卖完之后你看这两天 它是反弹上去 所以我才说 这种行进模式下面的个股 看到指标在高档死亡交叉 不要特别的恐慌 你要先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业绩不好 或者真的它有阻力出货的情况 如果没有 我觉得你短线上面调节可以 可是等到它接下来 回到低档的时候 其实你是应该要思考 买进的一个时间点 好 来看到今天呢 网友提问的部分 首先第一题要先来请教一下 维泰哥了 群创跟友达失守均线了 请问是否要转空了 还能续报吗 今天呢它不仅失守均线 而且外资猛卖啊 一直在卖的就是面板股 而且今天电子股都涨哦 就群创跟友达相行私设 好 我想群创跟友达 最近其实是跟他们的一个 基本面的讯息有关 怎么说 就是它的面板的报价 似乎开始比较趋缓 没有再调涨了 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之下呢 这个基本面就会有点杂音 那如果说从筹码面来看 刚刚思维已经讲了 从上个礼拜开始 群创友达基本上法人 是卖的多于买的啦 卖的多于买 所以这种大型股法人在卖 当然它股价也就不会太好看 那如果我们运用到 刚刚的KD指标 死亡加差的部分来看 你可以发现到 这一波的群创 从20块钱的低点往上走上去 你觉得它是行进模式 还是反弹模式 它应该是反弹模式吧 至少量没有显著增加 对 它说是反弹模式嘛 那反弹模式你在6月的 第一个交易跟第二个交易 看到它的指标 如果当时你有看到 它是出现死亡交叉 你那时候就当机立断 去做解码的话 你现在不仅没有损失到 你手上还有很多资金 那等到它回党的时候 你再买回来其实都可以 好 这是群创的部分 那下一档的友达呢 跟群创也是差不多的走势 也都是出现死亡交叉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下面呢要看到的是货柜三熊 都是收黑的下影线 那是否还能够续报该出场了吗 好 其实我们从刚刚的范例里面 提到就是行进模式里面的范例 其实基本上都已经把 阳明然后长龙或者是旺海 这几个个股 大概都有介绍到 所以同样的如果说站在 KD指标的角度去看的话 目前他们都是属于行进模式 下面的个股 但是呢不瞒您说 我也觉得它涨得有点高 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比较不建议 空手的朋友在这边去做介入跟追高 但如果你之前是做买进的朋友 你现在成本比较低的 你是可以做续报 那如果说接下来 KD指标修正完之后 它要再往上走 然后你发现它有点涨不太动 甚至法人出现有买超转卖超 好 你这个时候才去思考 去进行一个获利了结也还不迟 OK 好 这次提问给大家来做参考 长龙 扬明 以及下个礼拜要出关的万海 好 下面最后一题呢是 造子族群永丰渝跟华指还有荣臣 在强势多天之后 短线是转弱拉回了 可以放手了吗 要放手了吗 应该放手了吗 要不要放手 一样用我们刚刚的逻辑 来去做一个推论 永丰渝你先判断 第一个步骤 它是不是行进模式 还是反弹模式 看起来它是属于 它是行进模式吧 成交量那么大对不对 它是属于行进模式 而且是创新高 好 创新高这边拉回 然后在技术指标 KD在高岛 有点类似死亡加沙的情况 像这种呢 我觉得它短线上面 或许会有修正 但是应该 碰到下面的支撑 不管是月线或者是季线 应该都会有成 这是属于永丰渝的部分 只要你成本不是追到 前面很高的最高点 你就可以 基本上还是可以先续报一下 华指同样的 你先看到它是不是行进模式 是 成交量大 对 然后呢 那指标虽然这位高档有在交叉 可是它并没有出现 这是所谓的就是 就是跳空下跌啊 那种非常强势的这种空方的走势 所以这种个股 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暂时先续报 不必急着去做卖出 好 最后一档融成 好 反倒是融成 你看看它这档股票 现在是属于行进模式 还是反弹模式 行进吧 它前几天交易量也蛮大的啊 可是它交易量是出量之后就没了 出量之后就没了 像放烟火一样 是 谈话一线 对 所以股价也是出去就没了 出去就没了 但如果这整个架构来看 它从30.7一口气批啪 跌破月线跌破季线 然后19.35 在往上做走高的那段过程当中 其实它是没有出量 所以它应该是属于 反弹模式的死亡交叉 对 像这种反弹模式 死亡交叉 因为它反弹结束了嘛 那反弹结束之后 合理的怀疑股价有可能回到 会回撤前低 我们合理怀疑啊 不一定是这样 那既然有这种合理的怀疑 跟你有点不确定性在这边 你为什么要把钱放到里面 让它去跌呢 OK 还是要小心为上了 好 以上呢是跟大家分享 也是非常精彩的内容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也非常的感谢陈维太分析师 也呼吁大家呢 如果你喜欢股市炒电的话呢 可以在我们的频道上面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记得要接收全部哦 这样子呢才能会看到 所有的这个节目的讯息内容 另外呢 如果你想要问 陈维太分析师任何问题的话 在我们留言板都可以留言 来询问他任何个股 或者是大盘方面的相关问题 我们也非常的谢谢维太哥 谢谢思维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